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行政远党产会人士新一栋,曾担任知名日商公司法律顾问的律师孙斌,在8月15日正式上任党产会专任委员,具有邀记师背景的他,在加入党产会后,将借顿国民党常年吸食补党党产的毒瘾。 据了解,原党产会专任委员连立坚已于今年7月底转换跑道,他过去在党产会专门调查约谈复联会一干人等,让副秘书长给予何卫保全自己不被告发,全盘供出孤言桌云下令搬走170项资料,即揪出孤怀如涉犯销档案,现已重返港都高雄,加入市长参选人陈奇迈竞选团队, 他所遗留职缺由孙斌解体知情人士指出,孙斌先后在顾力雄合伙的万国法律事务所,台湾国际专利法律事务所担任过律师,也当过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工作委员, 与担任过民间司改会执行长的党产会主委林峰正素有渊源,拥有台大医学院药学系学士,台大药学研究所,台大科技整合法律研究所双硕士的孙斌, 在药剂师高考,律师高考双要及格,太阳花学运期间更在场内担任轮值义务律师, 协助年轻人对抗党国威权和捍卫学生权益,据悉,孙斌过去更当过五年药师,致愿以上位退伍, 他从药学界跨转至法律界,乃因为汤姆·克洛斯在电影《黑色豪门企业》中将律师演得太帅, 进而跨足法律,知情人士表示,孙斌其实对党产议题并不陌生, 由于国民党委任律师张少腾在法庭上对战经验, 过去也担任党产会委任律师,已与国民党交手不少回合。